今天有為了這個2.0上路在做什麼準備 對 其實我們這個2.0上路 一共有兩個不同的路口 一個是需要抵函 那個已經在稍早 就是院長去關帽的時候已經測試完畢 那所以呢 在這兩天比較緊鑼密鼓的在測試 就是從健保快一通進去了這個路口 那會不會 大家其實也蠻期待然後抓到這一塊 但你知道有時候大家就會有些催毛求疵 會不會有一點壓力 怕上路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 比較不好的聲浪出來 對 當然因為其實畢竟這個使用的人數 一定是比報稅原體還要多的 因為報稅是可以放一整個來報 那但是這個是目前在我們試營運的時候 是每一個成員自己來預購 所以當然現在關帽網路的壓力是非常的大 那但是當然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他們已經處理過報稅的這個數量級 所以他們可以推估說如果人再上去的話 大概會需要多少的容量 那相信大家也都看到院長的影片了 就是如果不夠就足道夠 所以現在大概關帽網路 目前還在緊握密國測試 但第一波的壓力 已經可以說這壓力測試 已經到一個程度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當然明天實際上有多少人湧進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呼籲 就是我們不是按照先到先贏的順序 這不是一個排隊 你在接下來的預購的期間的任何一個點上面來定 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算這個健保快一通 明天如果安裝上面發生了一些困難等等 那你到後天到大後天都是相同的 你會不會有壓力 是機器有壓力嗎 蠻像我看到博音夜夜秀 你給的那個 你自己真的不會說 怕說這個東西那麼不好 然後有為何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的目的 是要盡可能的讓 就是有需要的朋友 那包含就是我們透過數據的分析 你知道說特別是年輕的朋友們 他可能上班時間跟藥局的營業時間重疊 那當然您是記者嘛 所以工作時間說不定比藥局還要長一點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盡可能的普及的去發放 那如果明天是先來先贏 那這樣的話不但機器有壓力 大概大家都有壓力 因為你就是要搶票 要搶第一秒 對那但是因為我們是說 在預購期裡面的任何一天 任何一秒定 其實都是一樣的 如果人數沒有到這個供給能量 那這樣就所有人都有 如果超過了 還是要去維修了 就是公開抽籤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人就比較沒有壓力 但是機器還是一樣有壓力 我最後一個問題就好 就是 蠻多 甚至好像我們看到日韓很多人都討論到你 甚至韓國網友還說 日本人寫說 我們這麼多兩億的口 找不到一個像這樣的位置 你怎麼看 我想是因為他們很多 媒體 日本媒體排的時候 也是問我說 那對於跟日本的某一位 IT大臣怎麼樣 不過我最新的一則 推特 其實就是在說 其實他跟我都是 永續發展目標 是支持的 我們理念也是相近 那其實我並不覺得說 班純拿年齡或拿什麼東西比較 這樣是公平的 我覺得 我們所謂台灣can't help 就是台灣 我們解決自己問題的同時 或者社區的朋友 包括像G0便啊等等 這些都在幫忙翻譯 像之前的那個東京都的網站 也是非常多G0便 朋友們一起來翻譯的 那我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 你有覺得你紅了嗎 你有覺得 你現在很深浪 或者是 之前 當然像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參謀太陽的話 都會知道我會員 但好像現在蠻多年 我發現你長的時候 你看剛剛路過了 你都會不在 有覺得自己變得比較紅嗎 其實當然就是說 大家特別關注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 並不是我本人 而是說 國家隊員們一個 包含就是 工具機的朋友們 包含鑰匙 非常非常辛苦的鑰匙朋友們等等 其實因為這是 所有人都關注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注意就會集中起來 但我覺得是在我們個人 好 不要吵你了 謝謝 我對你很不好意思 沒問題